Mr.Kao, the stage is yours. Please go ahead with your presentation. OK 大家好,我是蔡小伟,来自南京树藩信息科技研究公司 今天我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就是说关于K&S产品的开发 它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以及它一些相关的一些状况 我今天讲的内容分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就是关于K&S到中国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想这个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目前K&S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比较广了 用的也比较多 所以这边我可能会简单介绍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相关的一些市场的介绍 就是说K&S产品在中国目前它处于什么一个状态 然后第三个就是K&S产品它是怎么一个开发的一个过程 最后就是K&S产品它正常销售的话 它是需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个认证过程 以及需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个工具 来生成我们相关的一些证书等等这些东西 好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 首先就是一个K&S中国的介绍 K&S它是起源于欧洲 在欧洲发展的这个 经过欧洲那边就是广泛的应用以后 后来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标准 结果国际化的标准以后 后来中国就引进 引进以后它会生成了一个中国自己本身的一个国标 K&S它本身它的这个应用它与它相关的一个特性 根据我自己的理解 应该说K&S这个协议它本身 它是从底层以及到协议 然后到它的应用 它都建立了自己的模型 这是一个比较系统的模型 比如说它有它标准的物理层 与它标准的这个协议处理的流程 然后产品呢 它有它独立的这个标准的模块 它的模块呢 体现在它的标准性的体 模块的标准性呢 它体现在就是说各个不同的厂家的产品 它能够做到互联互通 就是说大家都基于一个标准的应用 来做相关的产品 这样的话就是在工程应用里面 它是可以做到这个相互之间 能够进行一个标准化的应用的 除了这个本身呢 它这个产品的标准化以外 它还设计了一套完善的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 就是说从它本身产品的设计 以及到这个最后产品的认证 它都提高了一套标准的工具 通过这个工具呢 来这个生成这个相关的产品的一些 应用的文件啊 应用的文档 数据库 以及最后工程施工的工具 比如说ETS等等这些东西 那它这个从标准化 这个来讲的话 它应该做得很好的 就是因为它这个标准化 做得比较好 所以它那个产品的这个兼容性和互换性啊 比较强 比如说 其实我们应该都知道了 比如说 会有好多厂家都在做 比如说 大的国际的厂商 比如说有ABB 斯奈德啊 等等这些公司都在做 然后国内的也很多公司都在做 那在这个国内的这个这个 这个楼宇自动化领域里面 在应用的时候 比如一个项目里面 它完全可以把 这些公司产品都组合起来 来形成一个文整的方案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TN它本身就是从 通过一种标准化的一个模式 从开发到应用 现在可以了吗 现在声音可以吗 我看一下 这个话筒我在哪边 这个我还不清楚 在哪边 在哪边 这个 在哪边设 我靠它近一点好吗 现在可不可以 可以 好 那我就先这样讲 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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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讲 目前K&S K&S在中国 中国大陆呢 它已经 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标准 然后 在中国市场上 产品也很丰富 也很丰富 有很多 很多家公司都在做 比如说 河东啊 海盈啊 然后天苏 试询啊 等等这些公司 他们都在做 然后工程性的公司 也很多 应该说 K&S在目前 在中国应用的范围 应用呢 已经很广了 已经很广了 这部分的信息呢 基本上也能够在国内这边的网页上 不能查到 不能查到 这边我就不多介绍了 目前 K&S在中国这边 那个市场份额呢 沾的应该是比较广的 我看过 看过协会那边的资料 因为说 K&S在欧洲那边 它的这个 应用的这个 市场分布啊 也不太一样 但是基本上 基本上 还是都是属于主流 它各个国家 它各个国家 它不太一样 比如说法国 英国啊 等等各个国家 它的这个市场份额 都属于主流的市场份额 只不过可能在每个国家 而在中国呢 中国的情况呢 也同样是这样的 K&S这边呢 也是占主流 其中这个 但是国内这边 也有一个地方 这个这个 就是相关的特色 就是说 其他的标准 其实用的也比较多 更多的呢 就是像 那种私有的协议 比如说用CAN的 或者用485的 等等 其实国内 也有很多产业在做 但是从 一种标准性的应用 以及客户 后续的这个 系统的维护性 角度来讲的话 还是 大家还是都是 倾向于应用这种 K&S标准性的这种 这种设备 来做项目 这是根据我 接触的一些 比如说客户啊 一些 包括一些 工程商啊 方案商啊 他们都是倾向于用 这种标准性的东西来做 从用户角度来讲 也跟倾向于用这种 标准性的协议 或产品来做 他们的项目 这个主要还是体现在各种 画方面 各种画方面 下面呢 我 主动介绍一下 就是说 K&S目前在国内这边 它会涉及到哪些方面 也就是说 如果从事K&S相关的东西的话 K&S相关的业务的话 它会涉及到一些 哪些方面 目前在国内 在国内做K&S相关的话 它有这么几个 有这么几个类型 第一个就是 K&S产品的制造商 所谓是K&S产品制造商 就是说 在做K&S产品开发的 他们呢 会设计K&S相关的产品 然后呢 经营销售 比如说 开关去装器啊 创联去装器啊 然后调光啊 网光啊 等等这些东西 目前在国内 很多公司都在做这个 比如说 我刚才讲的 那个河东啊 世山啊 天苏啊 等等这些公司 他们都是 其实都是在自己 在做天字产品 除了天字产品 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芯片制造 芯片制造 目前在国内 刚开始 现在用的主要多的呢 有西门子的 有西门子的芯片 有这个 有这个 安生美的芯片 就是借口芯片 借口芯片呢 它本身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它是 因为它是这个 属于协议里面的 这个物理层 它也是需要 有标准的 所以这个芯片 做出来以后 它是需要经过 经过 欧洲协会的认证以后 才能经营销售 目前主要的这个芯片呢 主要还是这个 欧洲的公司 但是国内现在 目前也有公司在做 我是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看到国内有一家 在做这个天文芯片 不过呢 它是要2020年 才能 对视的产品出来 我个人感觉 他们的这个 后面的这个 后面的这个工作 还比较多 包括 他们的样 这个芯片 流片出来以后 验证 认证 认证完了以后 还要基于这个芯片 来生成相关的 这个协议站 最后才能行 最后才能去 行判他们自己的销售 所以目前在 KRX产品制造方面 主要就是一个 模块的产品开发 就我刚才讲的 开关驱动器 创联驱动器 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芯片 还有芯片 国内这边做芯片呢 是杭州的一家公司 叫绿控 大家有空的话 或者有兴趣 可以了解一下 下一个类型的 就是工程调试的 工程调试 其实 怎么讲呢 它也不完全是 单纯的做工程调试 它一般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项目以后 它也有一些公司呢 它会做这个 一些方案的设计 工作量 还是偏向于这种 工程性的调试 比如说 像我知道的 一些外博公司 他们呢 就专门给那种 做方案的 或者做产品的公司 他们这个项目以后呢 他们会专门 给他们做调试 收这种工程调试的费用 因为天洋试本身 它在应用的时候 它这个比较 比较专业 比较专业 像比如说客户啊 等等这些 这方面人员呢 它可能没有办法 就是说 它可能缺少相关的 一些专业知识吧 然后它没有办法去 自己去配 自己调 所以这些公司呢 一般 就是接到方案以后 它会定义方案 去把整个工程 配好 调好 然后还有就是项目继承 项目继承其实 更多的 其实还是一些 方案性的总包 然后方案性的设计 这个方案 项目继承和工程调试呢 它也不能做 应该说也不能算 完全的分开 但是他们这个工作呢 它会设计一些项目的继承 比如说 就整个项目继承以后 然后针对整个客户的需求 来设计一套系统的方案 把这个各个系统的组件 模块 包括网络架构 全部设计好 设计好以后 然后最后形成一整套的 这个工程 工程应用 接下来就是做 软件开发和产品占领的 而软件开发呢 这里面 就会又会分的比较多 目前做软件开发呢 国内呢 也有做这种 产品的这种软件再开发 软件再开发 但更多的 比如说 它可能会做一些工具 后台性的工具 或者这种 基于PC和手机 用的这种工具 如果想形成这种销售的话 它一些工程 它可能会去做 ETS的APP 它是这种 插件的这种 类似于软件插件的 比如说 ETS它 协会呢 它会提供一个基本的 一个版本 然后如果想要需要做一些功能性的扩展 那好多公司呢 它会做一些插件在里面 将它们把这个插件插进去以后 然后它可以比如说 它可以扩展 ETS的功能 比如说解析 解析报文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数据的解析 然后最后一个这种 做这种软件开发呢 就是做协议站呢 目前国内也有公司能够做协议站 做协议站 它就是说 基于这个 协会里面的这个协议史册 整理它各种的协议模型 然后把一些产品的协议站 开发出来 开发出来以后 经过这个软件 协会的认证以后 拿到证书 就可以形成在这个 就可以进行销售 这个销售就是说 开发商 它可以基于这个协议站 来开发这个相关的 这个开议史应用产品 这个协议站呢 基本上是属于 通用性的一个 一个软件 然后最后就是做产品代理 产品代理呢 目前可能更多的是 一些代理商 一些代理商 然后 他会他自己 本身自己手里面 有一些渠道 然后呢 会带领一些其他 那个Ks产品的这种 开发商的这个 这个产品 然后通过自己的这个渠道 去销售这样的产品 然后还有一座 芯片代理的 目前 芯片代理在这边 比如说 施发 等等这些公司 他们都是做芯片代理的 这个芯片代理呢 目前主要是什么 集中在 Ks借口芯片 所以目前 在国内开展 Ks应用的 开展Ks业务相关的 主要就是这么几个方面 一就是说 这个产品的制造啊 还有芯片的设计 芯片设计 目前还处于 还处于一个初步的阶段 然后就是工程调试 项目继承 这其实工程调试 目前主的模式 应该是属于一个 外包的方式去做 然后项目去承担 软件开发 还有产品代理 所以如果 如果新进入 Ks领域的话 一般 一般会通过这种方式 来进行工作 第三个呢 就是Ks产品的设计 这边讲的 Ks产品设计呢 其实主要更多是 怎样获得 Ks这种产品 目前的途径 基本就是两类 一种就是OEM 一种就是 OEM呢 就是基本 就是从 其他的公司 其他公司 来获取这个产品 这里面 我这里面 画了一个图 画了个图 这里面就是 这个 从一种 获取产品的 便利性 和获取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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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续的开销 来 来进行 这个 分析的 比如说 如果说OEM的话 一般OEM就是说 从其他公司 获取产品以后 这边的话就是说 成本呢 可能会高一点 但是不需要去 自己开发 投入的时间 会比较短 然后 后面呢 就是如果是想 自己去做产品的话 那前期的准备工作 和投入的工作 会比较大 但是产品 一旦开发出来以后 形成一个稳定的产品 以后 后续的这个 产品的成本 会相对低很多 会相对低很多 那这种不同途径 来比较的话 那它的这个成本 和一些这个 所需的 所需的一些 投入相比的话 这里面 我这里面 列了个表 一种就是OEM OEM的话 其实就是这里 怎么讲呢 这个表里面 也是分了三层 因为物理层 它就是有物理机构芯片 这个芯片呢 它是 其实就是说 也是需要经过 这个独立开发和认证的 所以如果说OEM的话 基本上就不需要 做相关的开发 就这样的话 就是从时间 和这种效率来讲 它是比较高的 但那个产品 最后的成本呢 它会比较高 然后最后 然后OEM上面呢 就是购买某种 所谓的购买某种呢 就是说 一些公司 它会把一些 这个 一些固定的一些 方 这个这个功能 形成一个模块的方式 通过这个模块的方式 提供出来以后 然后 这个 想 它只要基于这个模组 开发一些简单的应用 就可以了 这边呢 这个 开销呢 主要是这个 在应用的开发上面 相对而言 成本的 那个模组的成本啊 又比单纯的这个 这个芯片 又贵 又贵很多 所以这个 产品的成本呢 比OEM稍微低一点 但是它的成本 也属于比较高的 这接下来就是什么呢 就是 购买物理层和协议站 然后呢 那个自己 来开发这个 开发应用 开发应用 然后购买这个 物理层和协议站呢 物理层首先 这口芯片 它经过认证了 然后协议站 购买的协议站 它也是已经经过 经过这个认证了 不需要自己再开发 不需要自己再开发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要做的只是什么呢 自己去开发应用 开发应用以后 这个应用也是需要 经过一个 这个这个 开个自欧洲协会的认证 这样最终 形成一个文章的产品以后 就可以形成销售 主要的这个 投入的时间开销呢 主要就是在 应用的开发上面 和认证 所以它这个 它的时间 相对购买模组和欧阳门来讲 要增多一点 但它成本会少很多 因为 它这里的成本 主要就是开发应用的人 人们的投入啊 生产啊 然后 购买物理层的这个 借口芯片的这个成本呢 相对于购买模组而言 它要低很多 要低很多 所以每个产品成本 它会少很多 这接下来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购买一个物理层 就是借口芯片 自己购买 然后自己开发协议站 然后自己开发应用 这里面呢 投入会很多 投入会比较大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协议站 协议站它是需要开发 开发完以后 协议站先要经过认证 经过认证以后 然后才能开发应用 这就是这个 做应用性的认证 实际的投入会很大 一般开发协议站的话 如果是熟悉的人去开发 从开发到稳定 股股计得要有 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然后如果不熟悉的话 可能要一年多的时间 所以这里面 投入会比较大 但它相对而言 它的成本也会 因为不需要再去买协议站了 所以它这个后续的成本呢 主要就是开发应用了 所以它相对而言成本 会少一些 会少一些 最后就是文件开发 文件开发包括自己 开发物理层 开发协议站 开发应用 这个呢 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 应该说现有的 现有的这个模块拿过来用 最好的 目前 目前这个开发的这个方式呢 最多的就是这个 就是中间的一个 就是说购买 成熟的技术芯片 然后购买成熟的这个协议站 最后自己再开发应用 现在基本上 这是我们这个就是 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获取产品 它的一个投入和这个 最后产品的成本的一个比 一个比较 一个比较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相关的一些费用 来来来介绍一下 首先就是如果 如果你重塑这个KX相关的一些这个业务的话 那好 首先就是要成为一个KX的会员 KX的会员的话 它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你 小于小于一百人的话 它是是这样 每年是一千欧 一千欧的这个会员费 会员费 每年都要交 每年都要交 这样的话就是说 你这样汇取产品以后 你就可以使用相关的一些KX授权 比如说 打KX KX的logo标啊 可以在KX相关的一些 进行推广啊 等等这些 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 然后 它还有设计的一个方面的费用 就是注册硬件 注册硬件的话是这样 就是说 一个KX一个产品做完了以后 它分两方面注册 一个是硬件的注册 一个是软件的注册 硬件的注册呢 就是注册你相关的这个 数据库文件 数据库文件如果是自己开发 是600欧一个产品 这是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这个注册费用 如果 如果是更改 小规模更改的话 它的费用会低一点 就是说 如果已经注册过一次 然后呢 调整里面一些相关的内容 那它会便宜 如果说欧元的话 它是180欧元一个 注册硬件完了以后 它就是还有注册软件 就是这个地方的注册软件 是指你的应用软件 比如说 一个开关启动器 那它的这个开关控制的 这个应用软件 就属于它 就属于它注册的一个内容 那注册软件的话 自己开发它是180 然后OM它是60 还有投入的费用呢 还有就是厂商工具 在一个公司 它如果是准备 自己开发产品的话 它是需要购买厂商工具的 这个厂商工具是用来制作 KX产品的这个数据铺的 就是我们熟知的所谓VD文件 VD文件就是通过这个厂商工具 制作出来的 所以一个公司 如果是想从事产品开发的话 在初期注册的 注册成为会员以后 都需要去购买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1950欧元 现在价格可能会有点变化 在它的官网上面可以看到 现在购买厂商工具的话 一般是需要先跟这个 协会那个联系 然后在你 然后在你注册的那个 在那个KX协会官网里面 注册的账号链接给你 然后通过那个链接 就可以购买这个厂商工具 购买这个厂商工具 它主要是购买它的那个一年口 软件是可以下的 但是没有那个一年口以后 这个软件它是不能用的 所以当你注册会员 然后从它这个工碗 下载这个厂商工具以后 需要跟协会那边联系 购买它的一年口 这样的话 这个软件在后续就可以使用 接下来就是认证协议站 认证协议站是这样的 协议站认证的话 可以在国外进行认证 也可以在国内进行认证 如果是采用了购买的协议站 一般购买的协议站 它都是经过认证的 所以这个协议站它就不需要再制作认证了 除非自己开发 如果是自己开发协议站 再去做认证的话 目前好像是在国内就可以做 在国内认证的购买 好像是在2万 一般内到2万的样子 认证物理层 物理层 这个芯片 一般国内现在目前没有去 真正的 还行成销售的这个芯片 一般都是先购买成熟的这个 借轨型牌来做 所以这边也不需要去 这个进行认证 最后就是认证应用 所谓认证这个应用呢 就是我们 购买产品的应用功能 比如调光的功能啊 或者是这个贴光的功能 这种功能 做这个认证应用的时候呢 目前国内有两家 一个是北京的 机械工业研究研究所 然后还有就是河东那边 认证的费用也不高 比国外便宜 认证的费用 目前好像是一个产品 大概在 1万3到1万5的样子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成为一个KNS会员 想去从事 KNS相关产品的 这个开发的话 它所需费用 差不多就这些 这里面 对这里面还有一个 就是缺少了一个CE KNS产品 硬件产品做出来以后 它是需要做一个CE的认证 CE认证是额外的 额外的费用 就是说在 做这个KNS产品认证的时候 需要提供相关的 这个CE认证的报告 CE认证的报告的话 在上海 一般在上海 COV雷音那边做 那一般几万块钱 所以从前面 从前面到现在这边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 如果是做KNS产品相关 那么它 赢得几种模式 能够获取到这个产品 那这几种模式呢 它是有 有什么样的一个 成本在里面 最后一个就是 做这个KNS产品 这个相关的业务的话 它的这个费用 就能利用在这个方面 那目前在国内 也有做OEM的厂商 主要这么几家 比如说 广州的海银 实际他们基本上都提供 相关的一些产品 做产品的OEM 国外呢 有比如说 Tapaco 有Wincher 还有一个Eleca 国外的公司呢 它除了做OEM以外 基本上还会提供一些模组 所以就是说 各个公司 它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 前期的一些规划 来进行相关的一些 跟一些相关的公司 进行联系 规划自己的产品 接下来就是 KINX产品 它这个开发的主要方式 其实前面呢 我们也涉及到一个 一个开发方式的 一个主要的介绍 目前我这 目前主流的一个开发方式 目前主流的开发方式呢 就是购买成熟的物理层芯片 然后购买成熟 成熟的KINX协议站 然后自己来开发 KINX相关的 这个产品的应用功能 成熟的物理芯片呢 目前主要有这么几个 比如说有FZ1006 然后TPUR 然后安森美的这个520 ST也出了一款 这个人芯片 叫STK2X 目前他们也真的处于推广期 然后协议站 协议站早期的时候呢 国外公司想做这个KINX产品的话 它的这个 协议站基本都是跟国外买 跟国外买 然后自己把资料 这个获取 买回来以后 然后自己团队里面人员 进行消化 比如说工具怎么用啊 协议站 协议站的这个 应用方式啊 产品的开发模式啊 都需要自己团队里面 分析以后 再去做 这种方式呢 根据我们 前期的这种经验呢 可能就是说前期投入的时间会多一点 人员的力量 会多一点 国外 这是国外的情况 然后国内呢 现在也有产品提供这个协议站 比如像我们这边 然后还有 呃 士生那边 这个也提供 国外这边呢 就是说相对而言 就是 呃 这个服务的结实性会多一点 比如说 呃 培训啊 这个 呃 在产品开发的时候 在产品开发的时候 这个指导的及时性啊 相对而言会 会好一些 会好一些 然后 这个 开发这个产品应用 基本上就是根据公司自己的规划 比如说 呃 通过一些市场的 公司业务的方向啊 收集一些需求 然后 开发 应用功能 比如说目前市场上 呃 应该说 应该比较多的 像调光啊 呃 网光啊 这个 呃 开关驱动器啊 等等这些 等等这些模块 这些模块呢 就是基于 我们前面讲的就是 协议站和物理分芯片 来开发来 最后 去认证应用的时候 只要就认证这个相关的这个应用软件就可以 这个是目前这个呃一个一个开发的一个模式就是这样的 这kns成品开发里面 这种 目前用的这种通讯 通讯 通讯介质呢 主要就是双脚线 本身在kns的协议里面 它这个 协议里面 它其实呃可以 以电力线来进行通讯 可以双脚线以台网和无线 呃 但是在目前这个整个 应用的这个实际的场景里面 呃 双脚线是用的最多的 这是主要的一个开发的模式和开发的这个产品的一个这个模型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讲就是如何来开发一个天使产品 开发这个天使产品的话 其实刚才已经呃 介绍过 主要就是三个方面 物理层 协议站 和应用层 呃 主要的 咱们今天介绍的主要的模式呢 就是协议站和物理层都是要成熟的 来 然后呢 开发自己的这个应用 那应用里面 是 整个过程呢 就是呃 分这么几步 第一步 就是 首先要选择 协议站 是这样的 就是说 开发的产品 它在这个认证的时候 一个完整的开发产品 它主要是分 三个方面的这个需要做认证的 一个就是介绍芯片 我们介绍过了 然后还有协议站 呃 认证的时候呢 它是需要指定处理器和介绍芯片的 所以 当我们在开发这个开发产品的时候 前期一定要优先选择协议站 因为一旦你选择了协议站以后 产品里面所使用的处理器和介绍芯片就定了 就定了 也就是说以后你的产品都只能用这样的处理器和介绍芯片 而处理器和介绍芯片呢 它会决定我们产品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成本结构 成本结构 比如说你 不同的处理器 它的这个 它的价格可能会不一样 不同的介绍芯片 它的价格也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选择一个 比如说 比较好采购 好采购 能够便利的进行处理器的支援扩容 然后介绍芯片 如果价格也比较低的话 对产品的成本 会有比较好的一个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 是一个比较强的好处 就是说可以 能够显著的降低这个产品的后续开发成本 和生产产品 这是第一个 就是选择这个 协议站 而协议站的选择也 也有这么几个方式 比如说 物理层的话 物理层 会有这些 会有底下这些公司 就是说你可以根据这个 需要 看看 选择什么样的物理层 比如说 当你选择一个协议站的时候 你可以分散 这个协议站 这个协议站 它是采用什么样的这个 它是采用什么样的这个借口芯片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芯片 它的应用广不广 稳定性怎么样 它这个 以及它的这个价格怎么样 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这里在 购买协议站之前 然后提供协议站的这个产量呢 也有这么多 但是目前 用的比较多的 比如说有欧洲 有Tapoco 他们也会停 然后WinChair 然后还有苏芬 这边 他们都会提供协议站 每家厂家 他提供的协议站呢 可能会总与会不一样 然后 他们的这个成本啊 服务啊 价格啊 都不太一样 这个是需要 这个需要呢 这个 在实际选择的时候 通过沟通 来进行了解 然后还有就是说 如果 如果想 通过模组 比如说 它有些公司 它把协议站和物理层 统一在一个模组里面 然后你们只要基于这个模组 来开发产品 所以提供模组的产品呢 他们有这么几家 比如说有文献 Tapoco等等 这些公司 还有西门子 他们通过一个文献的模组 提供给你 相对而言 就是说 模组呢 它是把 每个模组里面去 就是后续每个 每个产品里面 都需要买这样的模组 这样的话 这个成本就会打入 每个产品里面 而如果采用这种 购买协议站呢 相当于前期 这个开发的时候 会需要花一定的 这个成本 去购买协议站 一个是一次性投入 然后还有就是说 后面是分批量 去投入 这主要还是取决于 公司一个相关的 一个产品的规划 所以前期第一步 就是选择协议站 选择协议站 而这个协议站呢 你可以购买 你可以购买这个 单独的这个协议站软件 或者是采用模组 都可以来做 然后第二步就是 来开发你相关的 这个天然产品了 就是说 有的这个协议站 和这个成本芯片以后 然后就可以基于 这个协议站的这个 这个处理器和这个芯片 来开发它相关应用 而开发相关的应用呢 它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一般的产品需求 KX产品呢 它是这样的 KX产品它在这个 开发的时候 会要挪列出 它每一个细分的功能 然后把它每个细分的功能呢 都要对应到 它相关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 通讯对象上面去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 所以它整个 在前期准备好的情况底下 那在开发这个 天然产品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先分析 产品需求 比如说根据公司的 这个所面对的 这个行业用户 来看看 公司的主流产品 它是需要什么样的功能 然后把这个功能 进行详细定义以后呢 证明这个功能 来开发它相关的 硬件和软件 最后测试和认证 而在这个开发的过程里面 它是需要遵循 天然是一个规范的 比如说在开发产品里面 KES它的协议里面 它有个叫Data Point 这个说明文件 这个Data Point 就是定义了 你每一种应用里面 它是承详什么样的 数据 数据原型 去对应你的应用功能 当你在开发的时候 需要把你的功能 跟这个数据点 进行应用对应 当你产品开发完了以后 后面就是制作 这个产品的数据库 制作产品的数据库 就要用到我们刚才 所使用的叫产量工具 就是当产品的应用软件 做完了以后 需要把你产品里面 做的那些 比如说通行对象 你的ET是参数 积极客 多提通过这个产量工具 的产量工具来 注进去 注进去以后 然后它这个有点类似于一个 这个计存环境 一样的 设计完了以后 它也是编译 通过编译以后 它会形成一个 天原室的这个 一个工程文件 就是VD的工程文件 你可以通过这个 共存文件 来进行这个 参数的下载 就下载参数 当你经过测试以后 没有问题以后 就通过这个产量工具 导出一个中间的一个 一个文件 然后把这个中间的文件呢 发到这个 欧洲协会 然后欧洲协会经过这个 经过审核以后 认为你这个微的文件 是符合他的这个规范的 然后他就会 把你这个微的文件进行注册 然后返回一个 同样返回一个中间的 这个文件 返回这个中间文件以后 就导入到产量工具里面 从一边以后 就会生成一个 经过注册的微的文件 所以这里面 在做这个 KS产品数据库的时候呢 是需要跟欧洲协会那边 进行交流的 他们有专门的 对接的这个人员 这个就是一个 ETS数据库的一个 这个展示 ETS呢 它会把 当你做完了以后 你可以通过ETS 把你这个做的这个数据库 淘进去 然后看看你做的这个参数啊 等等 是不是好用 一般的话 就是说 一般就是 应用 就是说 能看到这个ETS页面以后 能 别人最好能够通过这个 里面参数的显示 这个名称啊 能够看出来 是什么功能 这样的话就是 在使用的时候呢 会方便一点 因为 如果 这个参数 描述不好的话 会很容易造成误解 然后再去翻 再去翻它的这个 再去翻它的手册 这控制现场 可能会 怎么讲呢 相对来说会比较 会比较麻烦 还有一个就是 测试又充分 是这样的 就是说 当你又通过 产案工具 做好一个VD文件以后 足够参数 你足够的通用对象 进行测试 测试完确实 每个没有问题以后 然后再去注册 因为如果 后面这座变更的时候 这座变更的时候 理论上 理论上 VD文件做变更以后 是需要 做这座去认证测试的 所以这里面就是 如果你变化比较小的话 问题也不大 问题也不大 但是又重新注册 重新注册 当前面 当前面 比如整个过程走完以后 比如说产品也做完了 这个VD文件也做完了以后 这个时候 就是产品测试 产品测试 产品测试 这里面 每个公司 它都有自己的一套 完整的流程 比如说 验证功能 宣试数据 这个产品测试里面 两大方面 一般如果没有 这个配置软件的话 一般可能就是 配置这个数据库的话 一般产品 在做测试的时候 主要就是验证 对于它的需求 详射 能验证每个产品的功能 但是在KS里面 除了这个功能以外 一定要验证数据库 有些产品 它可能数据库会比较复杂 比如说它参数 可能有一千多个参数 通通对象 可能有200多个通通对象 所以这个测试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繁琐 可能会比较繁琐 但这个步骤 但这个步骤 少不了 在这个产品测试里面 我可以推荐 一个工具 就是ERTT 但是ERTT 去做的 一般ERTT这个工具 它也比较专业 就是说 它要开发人员 对这个协议里面 报纹的这个类型 已经了解 它是这样的 它是就是说 你可以用这个工具 生成 训练 生成这个测试 报纹训练以后 然后你这个 让它自动运行 自动运行以后 它会把这个运行的结果 都收回来 收回来以后 然后根据你 预期的结果进行比对 如果跟你预期的结果 不一样的话 它会显示红色的 这样你就在一幕里 那能够看出来 这里面哪边有问题 当然也可以通过 比如说 通过手动的方式 用ETS去测 这个取决于 每个公司 它自己内部的选择 当前面的过程都做完以后 那后面就追下来 接下来就是做这个 认证和注册 认证和注册呢 就是刚才我们也讲过了 就是说产品数据库做完以后 数据库先去注册 注册 然后还有这个时候 你还可以把产品提交到 认证测试中心 这个认证呢 一般可以在北京那边做 也可以在核东那边做 在国内目前 相当于在国内做会便宜很多 会便宜很多 做这个认证测试的话 一般是这样 就是说需要你把你产品的相关的一些数据点 等等相关的一些功能模型 提交到这个测试实验室 然后测试实验室会根据你提交的这个 提交的这个测试模型 它会做这个相关功能测试的 相关功能测试的这个测试训练 就我刚才讲了 比如他们EITT去做 做完以后他们会跑 跑完以后 然后最后会 会审刷一个测试报告 这个测试报告里面 会把你这个 这个这个 功能这个 所有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功能 全部测出来 测试和生存这个报告以后 然后你把这个报告呢 提交给欧洲协会 欧洲协会 便宜这个报告 就会认为 去审核通过以后 它会给你一个产品的 这个 这里面有个提示 就是说 当你产品做出完了以后 就是未定数据库 注册以后 你可以在6个月内 6个月以内 来完成这个产品的 这个认证测试 都是可以的 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是可以 比如说作为一个 正式的开用产品 去进行销售 比如找电视标啊 等等这些东西 这边呢 就是基本上一个 一个天使产品的 一个开发的一个 开发的流程 这个流程里面 我有一个地方 可以细化一下 就是说 如果一个公司 它是做这个 天使产品开发的话 在这个功能 详细功能定义的时候呢 这里面有个概念 就是天使产品的 每个概念 就是叫 同学对象 和主 和主地址 主地址和 主地址和通用对象呢 它实际上在 共同应用里面呢 它是说 它是绑定的 它是绑定的 在开发的时候 是需要关注什么呢 就是需要把我们 每个产品的应用软件 它的每个功能点 都能够分解到 每一个通用对象 其实说白了 就是 设计 Key 产品的时候 就是设计它的通用对象 然后每个通用对象 它都代表了一个功能 都代表了一个功能 这样的话就是说 比如说 我一个开关去通用性 它开和关功能 对吧 那开关功能 它就可以通过一个开关 开关通用对象来做 这个 比如说这个通用对象 它就是代表着 执行开或者关的命令 那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只要把这个开关 这个通用对象设计出来 然后呢 针对这个通用对象 去写这个相关的应用软件 就可以 就可以 这是个简单的例子 所以 一般在你 一般在你这个购买 购买协议站以后 协议站的这个供应商 它会提供这种 就是说如何设计 以及如何把通用对象 映射到它的这个功能里面 这种相关的资料 和培训 进行培训 这里面都会有详细的介绍 我们在这里就没法讲了 这边一个时间也比较有限 那个讲的话 展开的话就会比较多 就会比较多 如果有需求的话 可以就是说 我们可以 可以比如说私下里面 来跟我交流都可以 就是说 它这个设计模 设计的这个通用对象 和应用功能 到底是如何去做绑定的 好 那最后就是什么呢 那最后这边 就是相关的 就是说天使产品 它所使用的一些工具 和它的这个相关的认证服务 用了一些 天使产品它涉及到的工具 目前主要有三类 一个就是产商工具 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 来做这个产品的 ETS数据库 这是每个 每个ETS 每个KS产品制造商都必备的 都必须得要有的 它是这个 就是说软件可以从协会那里下 但是它需要一个硬件构 来进行加密 本身这个工具呢 它也有一套使用的流程 使用的流程 目前呢 可以就是说 下来了以后 自己比如说团队里面的人员 可以通过看这个产商工具的这个 帮助文件 来帮助文件 来学习这个工具怎么使用 然后还有呢 就是说 比如说一些 协议等等提供商 它可能会 工具商它可能会提供这个工具 使用的一个 一个培训 一个培训 就是告诉你这个工具怎么用 一般这个工具去摸的话 也会 也需要花一些时间 接下来就是ERTD 它主要是一个自动化的测试工具 这个自动化的测试工具呢 就是说 你可以根据你的产品的应用功能 来编辑一些 这个报文 报文序列 这个报文序列放在 它的运行创客里面以后 你点击运行以后 它会自动化运行 并把输出结果 和它的预期结果进行比对 这个会比较方便一点 我的建议就是如果 开发人员比较熟的话 可以通过这个软件来做 做这个 来做这个产品的测试 接下来就是ETS ETS呢 它是这样的 ETS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工程的一个配置工具 就是说当我在 一个项目里面 我需要去配置这个项目里面的KKS产品的时候呢 可以通过这个ETS 把比如说把这个项目里面所有产品的数据库全部导入来 倒进来以后 然后把根据我的这个项目的需求 把每个 配合 配合以后 然后把这个参数呢 下到每一个这个 对应的KKS产品里面去 这样的话 它每个产品正运行的时候呢 就能够正常按照我们配置功能去跑 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有一个地方 就是我觉得是就是就明确的就是KKS它成这个这个产品啊 它整个的一个一个一个理念其实什么就是就是什么呢 就是先配置后使用 先配置后使用 就是每个每个这个 嗯应该说无论你是设计产品也好 还是这个最后产品应用的时候都是这样 比如说设计产品 你是需要考虑什么呢 肯定是需要考虑考虑KKS产品功能对不对 可能这个产品功能的时候它有分 主要分两个方面 一个它是通向对象 第二个就是它的配置参数 也就是说我在考虑这个产品怎么运行的时候 肯定是需要考虑它是通过什么样的参数 那这里面就会设计要 就就需要你去需要你去考虑设计参数 它用的一些东西 然后参数设计好了以后 在ETS里面就要配置的时候就要看 这产品哪些参数 我该如何去配置在这些参数 然后让这个产品正常跑起来 所以就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概念 就是先配置和使用 先考虑配置 然后再考虑进行使用或者开发 这个地方ERTT 这就是刚才讲的ERTT 比如说它会 你自动化 你生成自动化的测试包文以后 它会根据你的设计好的包文和序列 去运行去比对 接下来就是ETS ETS这个 工程里面都是需要用的 都是需要用的 然后如果就是说觉得这个基础的版本 还不够 功能还不够自己使用的话 那还可以到 去找ETS相关的一些APP 现在有很多公司 它都在做这个 都在做这个相关的一些ETS ETS插件 然后放在上面 然后如果你要去 如果你想用的话 你可以购买 这是我们所设计到的工具 那这个认证呢 现在一个就是硬件性的认证 比如说KS产品 它认证 它分两部分 一个是硬件认证 一个是软件的认证 硬件认证 主要是CE 主要是CE 然后在这个KS这个协议手册里面 它有一卷 它是专门来讲 这个KS产品 它是认证 它会认证哪些方面的 目前在国内做这个CE呢 多的就是TOVLA 我曾经分过协会 就是说做CE呢 它也没有指定一定要去 他说它的回复是 就是说只要它能够提供协议 K&S协议里面指定的这种测试 并提供相关的报告 那就可以 所以这个大家 所以大家如果做的话 它可以自己 根据自己手里的资源去找一找 可能其他的这个CE认证机构呢 可能会要比旧品的一个便宜一些 这是硬件认证 硬件主要就是CE 就是CE 那底下 就是这个软件方面呢 在协会那边 从协会角度来讲呢 它主要是什么 它认为这个数据库也是偏硬件性的 但从开发的角度来讲 数据库其实制作的话 还是存一些软件方面的东西多一点 只不过它在注册的时候呢 它认为这是一个硬件 而注册这个ETS数据库呢 这里面我写了一个流程 比如说首先通过产案工具呢 你把ETS数据库制作出来 然后自己的确认好 是这样的 我的建议就是说 在测试这个数据库的时候 还是要细致一点 因为后期再去更改的时候 再去更改注册啊 怎么讲呢 比较麻烦 也不是不能做 但是就是会 外货一些费用 然后这个测试确认数据库 没有问题以后 然后导出它的一个注册文件 导出一个注册文件 然后把这个注册文件 提交到天文协会 其中协会呢 它会进行审核 审核完以后没有问题以后 你会交费 交费 然后协会呢 它会返回你的这个注册文件 返回这个注册文件 它其实也是个中间结果文件 然后这个结果 这个注册文件以后 你导到那个产案工具里面 然后重新变异 重新生成 这个时候生成的那个VD数据库 它就是一个 经过注册的数据库 是这样 就是说 当你初期通过这个产案工具 把这个ETS数据库 制作出来以后 你编译的时候 它是一个VD文件 那个VD文件呢 它是没有进行注册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如果导入了 那个VD文件的话 它会提示你 这个文件没有进行注册 你是不能用的 是不能用 这里面 就是说你用厂商工具制作的时候 能用的是什么呢 能用的就是说厂商工具 这里做完以后 它可以导出一个叫测试工程文件 在那个测试工程文件里面呢 你通过ETS导进去以后 你会看到一个产品 那个产品呢 其实就是跟你注册过以后的 那个VD文件 是一样的 也就是可以用 可以用 但是你的工程用的 但是你去 想作为一个单独的VD文件 导入 那是不行的 那是不行 那就不能用了 接下来就是认真的测试 前面这边是数据库码 那接下来这边呢 就是这个认证测试 那就是说 你先联系实验室 当你确认你的功能都OK以后 你就可以联系实验室 然后实验室的那个负责人呢 他会跟你交相关的文件 比如说你的数据功能点啊 你的数据描述啊等等 这些相关的文件 相关文件后 然后你把文件提交给他 提交给他以后 他就根据你提交的功能 进行这个测试认证 最后呢他会生成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呢 可以是认证机构 就是测试中心 测试实验室 他们那边提供给协议站 提供给那个欧洲协会 也可以就是说 你可以拿过来 你自己提交给欧洲协会 然后协会 经过这个审核以后 认为这个报告没有问题 那他就会给你的产品 你提供的产品信息 给你这个相关的产品啊 来这个 发一个这个产品经过认证的 这个证书 这样的话就是说 你的这个证书以后 然后你的产品 就是可以正常呢 一直往外 最后这边还有一个提示 就是就是 如果产品数据库发的变化 是需要重新注册的 这个时候就是 重新注册的费用呢 新的这个数据库注册的话 它需要600欧 但是如果你是 在已有的这个数据库里面 修改以后重新注册 费用没那么高 好像只有180欧好像是 跟欧元的那个价格好像是一样的 第二个就是不同的硬件的认证 CE标准啊 它不太一样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看一下这个 K&A的协议 它相关的一些认证的一些规范 它在这个里面 它会有些相关的一些认证标准 当你做这个产品的CE认证的时候 你需要把你的这个需要做的CE的相关标准 提供给这个认证的厂家 然后认证的那个厂家呢 它会最后给你报告 最后一个就是产品 如果你注册以后 你六个月以内完成这个产品的认证测试 一般你注册以后 K&A的协会那个会跟踪 会跟踪 所以 在六个月以内 你完成这个产品的这个认证测试 一般都没问题 所以基本上到这边 一个整个的一个 K&A的成品开发相关的一个大致的过程 就这些 差不多也正好一个小时 基本的过程就是这些 包括比如说 整个的这个介绍文档呢 主要就是目前 K&A它在国内一个基本的现状 然后呢 如果想要从事K&A的业务相关呢 它就每几个方面 然后 接下来就是这个K&A的产品 如果想去做 这个天资产品开发的话 它是 有几种模式 有几种模式 其中主流模式的开发 是什么样的 它主要设计的那些流程 基本上 我这个整 PPT呢 就设计这些方面 到现在就是 我这边已经 讲结束了 看看大家 有 有什么需要的 如果 PPT我可以 可以发上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